日本一直以二战受害者自居,他们从不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, 还一直强调自己是唯一被原子弹光顾过的国家,恶人先告状的日本不光谴责广岛的核空袭,还认为对长期的核攻击,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罪行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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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